非洲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 在这段时间里 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和文明经历了多次王朝更迭 贸易和文化交流 在古代 非洲的埃及文明是最为著名和发达的文明之一 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出现 包括了法老王国和新王国时期 这两个时期都是非常繁荣的时期 埃及文明在建筑 艺术、医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例如埃及金字塔和卢克索神庙等 此外 北非的迦太基文明也是古代非洲文明之一 迦太基是一个著名的商业城市国家 其商业和航海活动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在中世纪 非洲的伊斯兰教文明开始兴起 这主要是由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传教士传播的 伊斯兰教很快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传播开来 包括了西非和东非地区 形成了一些伊斯兰教国家 例如马里帝国和斯瓦西里帝国 欧洲在15世纪开始进入非洲 并在16世纪后期建立了殖民地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 欧洲列强对非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和剥削 导致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文化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20世纪 非洲国家开始逐渐独立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大陆 然而 非洲的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政治不稳定 经济贫困 卫生问题和战争等问题 近年来 非洲国家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寻求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